投票新闻来看到确诊人数攀升 新北市包括居家照顾在内 居家隔离总人数是来到了18000人 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就呼吁中央给足快筛试剂 同时改善上传系统 不要让基层人员疲于奔命 而中和重症两岁幼童在今天凌晨来过世 市长也表达不舍 督促中央修订新的儿童就医指引 在14号与确诊记者同处一公开场所 经过7天自主健康监测后 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大型公开场合 新北市模范劳工表扬活动 新北目前居家隔离人数标破18000人 但快筛计不足 确诊名单上传系统阻塞等问题 都造成基层人员疲于奔命 市长侯友宜呼吁中央应针对缺失进行改善 我不断的调整人力 不断的把绿线的伙伴增加 但是系统不改变 流程不简化 以及物资不随时补充上来 所有基层同仁累翻了忙翻了 也没有办法解决 居家隔离的问题 而且面对居家照顾 更要细腻跟到位 请中央单位一定要听进去 凌晨传出两岁重症男童不幸离世的噩耗 根据双核医院发布的新闻稿说明 男童到院时意识不清 高烧且生命真相不稳定 院方当下执行紧急插管 随即送至负押 加护病房进行抢救 但男童人因急性新冠病毒感染 并发败血症导致脑干脑炎在今天凌晨过世 市长侯友宜对两岁幼童过世表达不舍 督促中央修订儿童感染新冠肺炎就意指引 在我们半夜的时候走 我非常的难过 不舍 中央也在明天 要召开整个儿科专家的会议 针对儿小儿的就医职业 要重新的做好一定的方向 希望明天借这个事件 能够找出一个更好有效的 传染病防治法限制解决的方式 新北预估未来一天将增加两千名 甚至更多的居家隔离案例 不仅可能拖垮基层行政 延迟执行工作 若是在家居检病况急速改变 也将冲击紧急医疗系统 就医流程势必得再重新检视 感谢观看